北洋大时代道德篇 二 于德水使而相忘乎水 鸟成风飞而不知有风 在北洋历史上 没有哪一个 组合 能像 北洋三杰 那样高光 王世珍作为 黄老之学 的忠实粉丝 虽然不带剑尔与我诈的幻海游戏 但是总是会在关键 时刻被搬出来江湖救急 道是冯国璋和段祺瑞这对袍泽兄弟 应生生地活成了欢喜冤家 说起两人之间的交情 早年间已经到了海 此可以互相教育的地步 这是一个家族传承 更是一种兄弟之间的信任 经常走动的逢 段两家 在段祺瑞邀请冯国璋的远距离 出差后 彻底变了交情 民国六年 冯国璋的这趟出远门兴师动众 锦迪系人马就带了麾下的第十六师 其因就是知全老弟拍来 四哥速来的电报 但是冯国璋本以为与段祺瑞 王世贞三兄弟三总联手就不会再出现不合的境况 然而段祺瑞的庙堂 暴富与其打算南辕北撤 作为原相成的福官之人 段祺瑞自然不会放 或喜欢扯其放炮的西南军阀 所以想要诉诸于武力 不过喜欢里应外合 偷学了养敌自重的冯国璋 自然希望与西南军阀握手言和 方能限制如日中天的晚戏军阀 否则下场无外乎另一个黎元洪 段祺瑞对于冯四哥的这些小动作有所察觉 不过小战练兵就结 下的交情摆在那里 自然不能撕破脸 冯国璋也愈发不享受这个窝囊气 因此一直处心积虑地返回江苏 其后在民国七年的廖俏春寒中 还没五热板凳的待 离北洋大总统冯国璋 借口南下徐悦悄然离京 曹坤在天津车站轻盈 下榻曹宅的冯国璋 得到曹坤 无论何战 无被坚决服从命令 的保证 南下之路也算是有所安慰 但是就在即将进入江苏地界时 安徽都军尼四冲绿 不再帮复车站拦截冯国璋的专列 尽管随行卫队超过千人 安徽毕竟是安武军的地盘 冯国璋未敢硬闯 蛮横的尼四冲 倒是说出了一句让 冯国璋无法回避的大实话 你和知权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 可是你只顾自己的地位 而不顾知权的面子 此种举动真令无被寒心 对于冯国璋一遇前往南京召开会议 商量对西南用兵的说辞 尼四冲直接拒绝 你若回京 我可以放行 若去南京 我便扣留你在此 冯国璋明白这定是 自己知权老弟的授意 于是心不甘情不怨地返京 自此冯国璋与段祺瑞的交情 在庙堂之上的机灵 狗碎中也算是消耗殆尽 外人眼中曾经情同手足的袍泽 只剩下直接撕破脸的遮羞布 不过就在距离民国 九年的新年还有三天的时候 直系军阀后起之秀 与晚系军阀剑拔弩张 曹坤与吴佩甫两人跃跃欲试 南北双方之间的和平 可望不可及 此时一直致力于条 停的冯国璋却悄然离世 对徐世昌口受遗言 身位极见 死有遗憾 最终 几乎俨然路人的段祺瑞 出现在了冯国璋的葬礼上 张一林的记载中 俯观痛哭 观者默不动容 发隐之日 痛哭失声 替似横流 极不能仰视 人皆怪之 在家人的回忆中 段祺瑞却是另一副面孔 他面无表情 只是看了一眼老友的遗容 接着转身离去 不过也送来亲自明显的婉连 正礼同舟共计 和其分道扬镳 一年后 内忧外困中的段祺瑞 于直婉战争中被婉辈无退伏击败 婉戏军阀分崩离析 作为战胜者的曹坤 在京畿冯国璋的旧居 曾对着一向戌刀 四哥 我给你出气了 他在小战就打不过我 你说我们兄弟 为何会变成这样 取胜的直系军阀 看似如日中天 关外北洋军阀的旁 支凤系军阀却在立兵落马 西南军阀作收于翁之力 直婉之间的兄弟相争 其实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 我认为了 분들이带 Com Bake 我们Either 如果您留给我们 否删 内地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